大家好,我是哲偉 我這個提案主要是想要從地理資料這個角度 然後結合滿常見的會有地區型的應對 例如假設是暑假針對某個地區邀請大學生 甚至研究者到某個具體的地方做一些深化 這個提案的動機跟情境是說 10月份有一些一個國際交流的工作坊 想要在台北市的關渡平原一帶來做有學者或者甚至一些討論 那我就會聯想到就是 那這一件事情它本身 因為他們會使用到一些地理資料 然後也可能會想像他們會有一些參與者到這個地區去做一些拍照啊等等 所以就想把這個所謂的實體工作坊的一些 這些數位工具上的會用到什麼些馬列列 比如他們可能還是有一個網站讓參加者在事前就開始了解這個地區 那或者說他們有沒有聯繫的管道 或他們在現場拍照紀錄的時候怎麼樣彙整 而不是只是一般的個人社群帳號或者是沒有分享的機制 那另外延伸就是他們之所以選關度 就表示說這邊有一些比較在公共層面上的議題 因為他們可能是第一次來所以怎樣提早就有一些資料 或者他們也可以稍微形成一些他們的看法 那還有就是開放資料集裡面 針對特定地區可不可以是行 不知道你把這個地區相關的資料把它撈出來 或者說他們如果真的要提一些構想 好像也有一些比如說群眾外報導向的提案模板給他們參考等等 所以這個是針對十月份因為有一個寬度的這個情境 所以就會想說把他的數位工具的一些使用程度選擇去盤點出來 那另外一個延伸是最近也是剛才這個 最近才有提到就是我們有參與那個東北黑客送 那裡面我們其實有試著把這個政府採用的標案決標案件 那因為台灣的決標案件很多啦 所以我們就挑一個真實的地區 就是我們那時候挑苗栗縣的院里鎮 那就是把2023年6月份之內裡面 他的履約地點就是那個案件執行的地點在 院里鎮這個行政範圍裡面的案件把它找出來 那一來是從LONI的這個標案資料庫裡面撈出來 然後再人工去看一下他們的那個決標案件的文件 那因為他裡面就會寫說他們要 要不要做在整個哪個範圍這樣子 那裡面應該就會可以判斷 假設例如說是這個 雖然他不寫 呃 喔 結束喔 哈哈哈 好 謝謝 沒關係 就大致上就是這些 怎麼了 我講完了 我要做一些雷書的雷書 孕手 其實那份歌的雷書的雷書 我是無藥書的雷書的有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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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ヵ